中俄联手天下无敌 梦一场美俄联手中南海压力三大 川普21日宣布退出 中导条约后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 玄机访问俄国博尔顿周五透露 川普已邀请普京访问华府 针对中共的挑衅行为 美国想要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对话 也警告俄罗斯中共导弹 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旅美政论人士沉破空分析 中俄联手天下无敌是吃人说梦话 而美俄联手天下无敌则是事实此外 近日有俄罗斯媒体披露 北京当局正积极恢复与朝鲜的贸易和劳工合作 试图破坏联合国对朝制裁 美国安顾问川普已邀普京访美 据联合报报道 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周五26日 访问格鲁吉亚时表示 美国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 访问华府具体时间和议程尚未确定 此前博尔顿访问俄罗斯会见普京时 双方已经宣布总统川普 将在11月11日与巴黎会晤普京 川普与普京曾数次在多边会议举行期间 会晤而7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封会则是两人首次一对一会晤 2008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为争夺南澳塞T的控制权爆发战争 之后属于格鲁吉亚的20%的领土 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宣布独立博尔顿提到 针对该事件美国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 这些制裁措施一直有效 他还说美国正在考虑是否针对前俄罗斯间谍 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被俄罗斯特攻下毒一事 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中共的飞弹能力对俄国构成威胁 另据自由时报报道 博尔顿26日访问乔治亚首都特比利西时表示 针对中共的挑衅行为 美国想要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对话 同时也警告俄罗斯 中共的导弹已经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根据路透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 中共的飞弹能力对俄国构成威胁 尤其是莫斯科俄国心脏地带 就在中共飞弹的攻击距离内波顿也说 美国计划退出的中程飞弹条约 RNF是冷战的遗留物 波尔顿还表示 如果俄国离开克里米亚半岛 和乌克兰的唐贝斯停止在西方国家 使用非法化学武器 暗杀俄国流亡人士 以及减少对中东的侵扰 将会很有帮助美俄联手天下无敌 美国之音报道 趁俄罗斯22日表示愿意 考虑美国与俄罗斯 就继续执行 1987年美国和苏联 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一是互相存在的抱怨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 尼古拉帕特鲁舍夫 在穆斯科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会面时 表示愿意就该条约进行合作 博尔顿说 关于如果中导条约 失效美国是否将在欧洲部署 针对俄罗斯的导弹仪式 美国还没有做出决定 他们会面的两天前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有意撤出 中导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 美国领导人指责俄罗斯一直在进行导弹试验 从而违反了条约 但退出中导条约 更主要的是针对不在条约中的中共美俄联手 天下无敌图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左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中旅美政论人士陈破空 在美国之音周五的政论节目中分析 中共鹰派所说的这种中俄联手天下无敌 完全是一厢情愿吃人说梦 实际情况是美俄联手天下无敌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立即派出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前往莫斯科与俄方进行通报与会谈 美国宣布退出后普金方面 虽然表示了批评做出一些强硬的姿态 但在见到历来主张联俄抗中的博尔顿之后 普金表示能够理解美国在中导方面的关切和抱怨 并表示希望能够解决美国的关切 并挽救中导条约 他并没有说用话从现实层面来看 美俄之间已不存在军备竞赛 一方面现在俄罗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没必要和美国军备竞赛 毕竟当年前苏联垮台就是因为军备竞赛 而今天的中共恰好有这样的实力与美国军备竞赛 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军纪体 比当年的苏联更具军纪实力 而且中国又是一党专政又足够 的政治动员力可以像朝鲜那样 尽管很穷也要搞先军政策 所以今天的军备竞赛是在美中之间俄罗斯 也乐意看到这一点 最近俄罗斯加强了对印度和越南的武器出售 就是为了牵制中共 它在南海和越南联手开采石油 就是为了显示不承认中共在南海的主权 俄罗斯有媒体认为 中国才是最大的潜在威胁俄罗斯 中俄联手的高调只是唱给美国听事实 上证全面部署美俄 如何联手对付中共俄媒 北京试图破坏对朝制台自由亚洲电台 引述俄罗斯Lanty新闻社10月26日发表文章 题目为金正恩的预测文章 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出预测 针对朝鲜的制台将在2019年消失 该预测与北京有关巨额媒体透露 金正恩近日告诉下属说 针对我们的制裁将在明年取消 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成功促成这项任务的人 不会感到后悔他们会获得应有的奖励 以及英雄称号需要迅速行动 俄罗斯报也引述韩国媒体报道 趁金正恩关于制裁即将被取消的预测 令人联想到了来自北京的支持 消息人士趁自9月以来 北京一直都在积极的同朝鲜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进行磋商 努力加强双方合作朝鲜方面 也希望吸引中国的资本进入朝鲜的电力工业 新工业 纺织工业 以及钢铁工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建设 另有消息称近几个月来北京方面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对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的控制力度 特别是前往朝鲜的货物已经不太进行仔细检查 这使得对朝鲜出口的货物能够绕过各种禁令 与此同时朝鲜工人也开始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大陆企业内工作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